施工人員開始用各種器具修剪樹幹枝葉 已經進入夏天 為了因應接下來的颱風季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反映地方民意 爭取市政府都發出公園管理科 5月15號開始為期14天左右 為六堵科技園區診斷工建路兩旁 大約230棵行道樹適度修剪 那因為就是颱風季節即將來到 那因為這邊的民眾反映說 因為這邊是工業區 那這邊的電感又非常的多 那因為這個入宿主體 主要整個分枝非常的茂密 已經影響到用路人的安全 包括整個樹幹有點過高 它就是會整個在電纜上面都會接觸到 所以擔心會有危險 所以我們特別請公園科要針對這230棵的樹木 要做整個大修剪 那就是主要是用路人的安全 還有這邊住戶的安全 那行道處已經妨礙到我們的路燈光線 造成整條馬路飛暗 如果可以這樣修剪好的話 讓整條路都明亮起來 非常對我們這邊旅民很有幫助 也是我們旅這邊旅民很多在反映 所以這個是對地方整個環境看起來會很明亮 主管單位市政府都發出公園管理科 也提醒林廷在道路兩旁的車輛特別注意 適時挪開車輛或是留電話方便聯絡避免車子遭受損壞 對原則我們從5月15號開始 我們至少要14天左右的時間 那我們在這邊周遭兩側的那個林廷的車輛 希望就是說盡量在早上8點到下午4點半之間 我們在這邊執行 那請不要再停在這個附近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林廷的話 務必請留下電話 那我們好通知移車 然後避免說我們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造成你們的車損 由於樹葉枝幹茂密 許多都和電線路燈穿梭在一起 因此施工人員修剪起來也是戰戰兢兢 同樣的修剪速度也就不會太快 預估大約兩個禮拜左右才能全部完成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